很可能變成植物人 農曆新年的前夕 她的父母和妻子都來灣區陪伴她的左右 希望她能盡快蘇醒 我們倆是文革時候的下鄉之親 反程很晚 得到這個兒子的時候 我們倆加起來已經是70歲 就是中國那個虛歲 虛歲70歲 我們才得到我們這個兒子 可以說是我們倆的一切 剛才去年12月 從新加坡來到史詹佛大學 環境工程系 黨交換訪問學者的博士生 王一超只有26歲 品學兼優 是已經退休父母的獨子 也是結婚兩年的太太 高玉瑩的好丈夫 我從到這的第一天 我就一直每天都不停地和她講話 我希望她早點地能醒過來 能聽到我 因為發誓的頭 當天我們還在Amazon上說 她說 我馬上晚上就回去了 然後我們晚上視頻聊天 她說我想你了 然後 我就在那等了等了 然後一直都沒等到她的電話 王一超2月3號晚間 在學校園附近 才單車回家的時候 在一個十字路口被車撞到 目前仍然在深切治療部昏迷不醒 由於腦部嚴重受創 很可能成為植物人 看到從小活潑好動的兒子 臥病在床 媽媽非常心疼 但親人表示不會放棄一線希望 那心可善良可善良 哎呀我這麼好的兒子 你說就操此不能 這大難 真的 再說她的前途真的 前途全毀了 即使是植物人 我們也要要她活下去 我們要盡我們的餘力 我們的這個餘年 由於醫療開銷數目龐大 非牟利機構海外華人互助會 成立基金 協助王一超一家 民眾可以通過PayPal賬戶 在網上捐款 網址是www.cmain.org 或郵寄支票到基金的地址 在支票上寫上姓名 電郵地址和列名 王一超捐款 基金不收手續費 並會提供抵稅捐款的收據 坐落在東灣Fremont的 Newme汽車製造廠 確定將在4月初關閉 而關閉除了直接 會造成超過4000名員工失業 所牽連的地方相關產業鏈 也將受到嚴重的衝擊